多安心多 尽载车多多 洛杉矶华人咨询网记者Shin9月2号报道 近日有读者爆料 他在某家餐厅用餐时发现 账单上同时写了服务费和小费两笔费用 其中强制的服务费达到20% 小费则自愿 这两笔费用让他感觉到十分疑惑 不知道付了服务费之后 是否还要继续支付小费 洛杉矶居民邱女士近期去外州旅游 在海边那家酒店餐厅用餐 她表示她独自用餐 却被收取了20%的服务费 那记者看到邱女士提供的菜单最底下 有一个小字说明 商家将自动收取20%的服务费 邱女士说点餐时根本没注意看 也没有服务员过来提醒强制服务费 直到负账的时候才知道 还要附加20%的服务费 那对此南加州律师申春平表示 根据加州法规 餐厅要在餐单和广告中印出声明 告知消费者小费或服务费 会自动被加入到账单中 并且要得到消费者的同意才能够收取 强制收取服务费一定要事先说明 比如说在菜单上写明 否则顾客可以拒绝支付 并且去消协投诉 商家在收取了强制性的服务费之后 便不能再强收小费 有些餐馆在收了服务费的基础之上 还找客人要第二遍的小费 那么消费者就有权可以不支付 最后申春平律师指出 通常来说服务费是由商家收取 算商家的收入 而小费是给service的这个服务员 那如果自动收取服务费的话 商家会在菜单上提前标注 但通常字都非常小 导致部分客户根本注意不到 他建议大家在点餐时要仔细查看 如果不同意被收取服务费的话 就换一家餐厅 而为了避免争议 商家也最好在点菜时提醒顾客 感谢您继续关注 由金绿神事务所赞助播出